台中市警察局通计过年希望交通的速度台阅178件 其中有55%发行在楼口 台北分是超速到没收入 为了加工选度台中市警察局 这天来基盘着楼口渐速的跨档 邀请好好跟社区的立民来表演舞蹈 希望真感民众的英雄来遵守交通的规则 我们加了一点hiphop元素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流行的舞蹈元素 跟jazz还有waking的元素 那为了让他比较有街舞的感觉 让他比较活泼所以加比较多hiphop元素 除了风格台下以外 向盈这场交通选择外团的 又有新闻各种立部下 跟刘传立的社区妈妈 手术配合就够了 要来选择看到用路人要检骚 路口要检骚 我们都也要检骚 顶顶5个交通口罐 台中市警察局表现 经过通计 去年亚伦离希望交通事故台阅178件 其中有55%发行在路口 台湖分析敲锁 还有跟用路人没少女的关系 发生的A1交通事故 有178件183人死亡 虽然跟前年相比 我们减少了18件18人 但是我们经过 照事严论分析 有55%是在路口发生 那在进一步分析 这其中有60%到70%的话 都是因为超速行为 希望提醒我们市民朋友 要注意路口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那在6月份 我们会推出路口大指法 比较常见的违规的样态 包括闯红灯 这部分罚则是1800到5400 另外红灯右转 要罚600到1800 交通队也提醒 5月份是选途去 6月份的电池交通计划 针对车両无少女用路人 跟电动自行车为几顶顶来开发 好用民众用行政客的交通习惯 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李金庸台中彩虹不得 谢谢大家